美国华人在假期开车出去玩 除了可以透过强制汽车保险 降低车祸伤害之外 万一照事对方没有保险 又该怎么办呢 东南新闻与华星保险联手制作的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导 特别请来了华星保险的 汽车房屋保险专家 来为观众朋友解说 你的保险公司的 所提供的保单里面 有一个条款叫做对方无保险 这个项目就可以来协助你 有分两大块 第一个部分来说是人体伤害的部分 要是一旦被对方撞到 前提是对方的错误 对方没保险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受伤的话 假设我的受伤是5000块的医疗费 没有关系 保险公司能支付你这5000块医疗费 你不用出任何一毛 第二种是所谓的车身的部分 要是你本身是有买所谓的全险 就是你有买这个碰撞险部分 您本来被人家撞到了 其实是一个非常算倒霉的事情 而对方又刚好遇到没有保险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本来你要付500块钱支付 或是1000块钱 保险公司可以把你把这个钱给 Wave掉 你就不用去做支付了 有民众问说 要是我这个车子是责任险的怎么办 也没有关系 保险公司这个对方无保险这个条款 它最高可以赔你赔到3500 在这个责任险的情况之下 所以花一点小钱做这个风险转移 是非常重要的 看问题找答案 华星保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导 星期三还会深入探讨车祸发生之后 有关租车的规定与限制 要注意哪些事情 星期六晚间还会深入解答 各种与车祸有关的保险问题 敬请观众朋友锁定收看